吞和里集会所中传来优美的歌声 长青新宋合唱团 每周一都会固定来这里练唱 以歌会友 去年底自中新社区合唱团成功更名之后 也邀请台中教育大学音乐系 庄敏仁教授前来指导 让团员们对于歌唱的热情 能够以更精湛的方式 分享给更多人聆听 就是一群热爱唱歌的朋友们 然后就邀请他们一起来 原来我们是还有两个团 我们原来的团名叫做中新社区合唱团 另外还有一个是中新长青合唱团 也是因为大家都是志同道合 所以我们结合在一起 然后就来到了草屯这里一起来练唱 我们的指导老师是台中教育大学的 庄敏仁博士 因为他来教我们以后 我们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蓬勃发展 这个团体非常的优质 特别是所有的团员 他们热爱歌唱 然后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感受到歌唱的快乐 那也让我一种热情回到家乡 来带领他们一起快乐的歌唱 这是最主要的目标 第二个这个团队他们彼此的向心力非常的好 他们做了很多的公益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特别是带动我们南投县 整个音乐的一个发展 它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 当然不一样 因为我们自己唱歌 自己闭门造居 不能学到很多这个唱歌的技巧 或者发声的这个方式 那跟老师学了以后 跟同学们切磋以后 我是觉得我现在 就是说不是很会唱 但是我的方法起码是对的 那我们这个年纪越来越大 那这个声音会越来越退化 但是我们一唱歌的话 我们可以保持我们声带的这个年轻 那我是觉得说唱歌 非常的这个带给我生活上 非常的有色彩 非常的愉快 合唱团也有冷心如担任团长 庄敏仁教授担任指挥 是由一群爱好音乐的退休军工教人员 及社区人士所组成 团员近50人 平均年龄为65岁 成立至今才短短三年 为了能够增产合唱的技巧 每年都会办理合唱艺术演习会 跟在团长的带领下 经常臭邀到各处表演 我们每一年 我们都一定会有一个大型的公演 然后也有一般社区的演出 还有主要就是 我们都很喜欢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就到安养院 或者是乐活的据点 去表演 然后来做一些公益的演出 我退休后来参加这个社区合唱团呢 带给我生活中很多的快乐 也觉得生命更有意义 因为我们就一边唱着我们喜爱的歌 然后一边呢 我们唱给很多喜爱听 听我们歌的朋友们 或者是献给很多这个偏乡 或者是一些弱势团体 让他们也喜欢音乐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呢 也一边学习 非常感觉到自己也进步了很多 然后呢 也一边感觉到 找到了很多的生活中的乐趣 我本身就很喜欢唱歌 那么我就觉得说唱了以后 就是会让我的生活 更加更加的这个 有生命力就对了 让我的生活多彩多姿 那会忘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除了团圆获益北钱之外 并邀请其他合唱团共享盛举 展现乐领学习的精神 他们也经常出席公益活动 积极为社会贡献 让生活过得更多彩多姿 那参加合唱团呢 那我很开心就是说 可以结交到很多 这个爱好这个唱歌的朋友 那么唱歌呢 它可以疏解 我们心里很多的这个心情 好的心情的唱歌非常快乐 那如果心情不好 唱歌呢 它能够疏解掉我们的这个 这个忧愁烦恼 所以唱歌是非常健康的事情 天天一起唱歌 我们的心情非常非常的愉快 也在这中间呢 就交到很多的朋友 所以我会继续一直唱 唱到我们不能唱为止 那希望呢 有志的朋友呢 就一起来与我们欢唱 长青新宋合唱团经常参与公益演出 传递温馨与欢乐 先远料子佑 特别来到他们的恋唱现场 给予支持与鼓励 并邀请喜爱音乐歌唱的民众 能够一同来加入长青新宋合唱团的行列 让自身兴趣及专场得以发挥 使生活更加充实 那这个合唱团呢 成员非常的非常的多 有五十多个 我想在我们的庄博士的一个指导之下 还有我们冷团长 非常用心的带领之下 我们这个合唱团 每个星期一都会在我们这个活动中心来做练习 那据团长说 我们欢迎所有爱好歌唱 爱好音乐的好朋友 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加入这个团队 那也希望说 这个让我们这个长青新宋 在我们退休的一个生活上 能让我们这个 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兴趣的一个出口 也在这边邀请大家 从和谐的角度出发 快乐而自在的歌唱 团员们都把团练时间 视为happy hours 借由音乐的熏陶 充实美化个人的艺术心灵 进而提升社会的音乐素养及风气 那我就喜欢唱歌 然后从以前大学就是参加合唱团 那在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能老师推荐我们来参加之后 再加上庄博士 庄教授来带领我们 所以呢加入了这一群 我们热爱演唱的朋友 会觉得说人生非常的开心 那我非常高兴就是我们第二部 每一个团员 大家都能借由这一次 我们这样的演出 然后很认真很认真的来练习 那我们呢借由呢这样子的演出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潜力无穷 那老师呢都会一直带领我们 然后一直给我们鼓励 希望我们能够呢往更好的方向 然后庄老师呢常常告诉我们 他希望我们要看到自己 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他希望我们用歌声 来给呢大家快乐 也让自己快乐 所以呢我很感谢能够参加这个团体 表演当中当然表演有表演的乐趣 还有大家群体每一个部之间的联系 与当日之间完美的呈现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带给团员们 很大的士气与鼓舞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份欢喜的心 用在自己的家庭经营上面 跟人际关系我觉得对社会 对整个林里之间也很有帮助 因为唱歌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带给我们欢喜 而且我们现在常常在听这个LINE的 看到LINE的讯息 不是常常说这个歌唱是所有的运动里面最好的 最能够长寿的 所以现在大家希望能够多培养一些唱歌的乐趣 不管是卡拉OK或者是合唱团的歌曲 或者是艺术歌曲 希望大家都能够常常的欢喜心 来唱这些歌曲 来美化我们的人生 唱歌几乎是全民运动 唱歌能够自语与人交流情感 合唱团中人缘分成若干声部 分别采用不同的旋律 同时唱歌 要靠相互协调 才能演唱出美丽的歌曲 因为合唱练习 它跟一般我们唱流行歌 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流行歌 你可以自己爱怎么唱就怎么唱 那合唱 我们就是要寻求一种协和 一种和声 能够让和声把这个乐曲 表达到让人家非常感动 让人家心里会觉得很感动的 这样的境界 而且能够感染大家 能够把这种心情 或者把这个曲子里面的 所要表达的意义 表达的意思 能够传达给大家 能够一起感动 然后一起享受音乐的美好 我们是缓声四部 有女声两部 女高音女低音 还有男声两部 男高音还有男低音 这个是四部的合唱 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呢 每一部的合唱呢 每一部都要很认真的练习 而且都要把握的每一部该有的这个音色 或者是该唱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呢 也很着重在各个声部的练习 能够表现出最和谐 而且能够让这个音乐呢 能够动人心弦 参加合唱团无疑是交友的好机会 团员们在退休之后 来到合唱团学习才艺 拓展人际关系 让生活更丰富精彩 同时也欢迎爱好音乐的民众 一同来加入学习 培养良好的休闲兴趣 当初刚去唱的时候 跟不上程度 有一点怕怕 但是 结果老师也是很真正教育我们 那就觉得音乐唱也有兴趣 那就一头再进去就 好像上了节转下不来了 就一直唱下来了 是这样子 那觉得说唱歌 也让自己精神更好 身体也不错 那每天都能够笑笑的出去 就算在家里 没事也可以唱唱歌 那出去跟朋友介绍 都说希望他们来加入 我们的合唱团 真的是 人生啊 我说有一个目标 那这样子来追求的话 是蛮不错的一件事 那随着我们每年都有 做一个大型的公园 那当自己站在台上 唱歌给台校人听的时候 觉得自己还是蛮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是说我鼓励我的一些朋友 希望他们都能够来加入合唱团 团员们都相当喜爱这种和音乐相伴的感受 在唱歌的过程中 跟着和音融合在乐团中 除了学到很多唱歌技巧 认识很多音乐知识外 并尽情投入其中 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 我唱的是那个Alto第二部 因为我的声誉本来就不是很高 所以我比较喜欢跟人家合的这个感觉 合的感觉很愉快 所以我一直唱 我从高中专科 我学校合唱团 团器 我都唱第二部 我喜欢跟人家配音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都是唱第二部 其实第二部很重要 第二部非常的重要 跟那个我们的贝斯 男生的第二部一样 一个好的合唱团 他的贝斯如果好 第二部如果好 他整个团体 整个声音 都会变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他听起来会很舒服 透过长青轻送和唱团的用心传播下 线的一文风气也得以带动 接此也鼓励民众活到老 学到老 透过学习才艺 让生活更多彩多姿 民意新闻 洪一伦 专题采访报道 助于 我们下期见 互相 咱们 咱们 你